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次的大雨整个都被淹没 而现在市府的新农处人员现在也出动了多台的抽水机 希望能够把里头的积水尽快抽掉 现在相关单位进行抢救 强降雨来得又快又急 新一区街道犹如运河 疫情加上水灾 这一年真的不好过 东南区的社会中心台北报道 好 确实我们很难以想象 今天下午的大雨 让整个台北市的新一区宛如重灾区一般 因为大水在短时间内 统统灌进了一楼店面 有的店家是根本来不及 抢救冰箱内的餐点食材 现在统统泡水烂掉 他们说损失至少超过20万 忍不住焦急而落泪下 半个轮胎这么高 再伴随着不停的滂沱大雨 导致整个水再度的冲进店家 最惨的就是设有地下停车场的住户了 因为水全部都渗进了B1B2 让大量机器车通通泡水 住户是欲哭无泪 而这个机器水还盖住了整个火车的铁轨 导致于英哥到桃园下午区间车一度延误 强景于是让新店划成路 马路变水路 车辆经过激起阵阵水花 轮胎一半以下都泡在积水当中 再加上刚好是下坡路段 湍急水流冲进路旁洗衣店 进场工作的员工 就会是确定快塞阴性的员工 那同时快塞阳性的员工呢 公司会准备一人一间 一人一室的一个隔离宿舍 供他们隔离 然后接着就会立刻来做PCR 经元预估5号可以完成所有员工筛检作业 确诊阳性的本级员工会依防疫措施进行隔离 外籍移工确诊者已经在宿舍规划的特定区域 跟其他筛检阴性的外籍移工隔离 工厂情扩散 东三新闻高志鸿章 陈云 卢俊杰 在苗栗采访报道 经元电子爆发这么严重群职感染 苗栗县政府呢 你慢慢拍开启者会逐渐没公布 县长徐耀昌一开始直播 大半时间还在念感谢名单 干上什么 鹿角每年都会脱落 一岁不长脚 第二年长一只 脱落之后第三年再长两只 它的年纪是 小的分叉数加一 人意外地吃到了 跟鹿有关的冷知识是什么 鹿角跟牛角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牛角长在鹿头上 牛角长在 牛头上 什么 下周一晚间九点 东三中后台 全民新攻略 跨越漫长的梳理鱼等待 树光终于在线 启动2020东京奥运 披挂久违的热情 这一次我们奉陪到赌 中人新鲜的赛事 惊心动魄的挑战 奥比当竞技再次为大 加油 呐喊 我们隔空助攻 超越对手 超越机率 也超越意志的极限 今年夏天 Never City I will show you 证据不间断 给您最专业的新闻内容 都在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赶快来按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哦 什么 你还没按赞 都几点了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不好 东森新闻24小时 YouTube直播 不仅要按赞 还要记得 开启小铃铛 爱在瘟疫蔓延时 欢乐的时刻 我们团结一起 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